1 2 3 1 4 1 4 1 4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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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1 6 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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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境台灣的時候呢 當然要把你的證件交給檢查的人員來確認 這個證件是你本人 所以今天徐希蒂小姐就要扮演一個不專業的查證 你怎麼可能叫你的那個 查驗證件的人然後呢 她會有各種不應該出現的態度跟表情 來對付我們的 把人給我帶上來 這個不是 這樣是錯的嗎 這個不是 好今天 不用這樣吧 好 希蒂小姐準備好了嗎 我OK的 好 我們現在讓第一位打算要入境台灣的人進場 這邊 這邊站好 這邊 麻煩證件 檢查他 檢查什麼東西 身上有海洛伊 你是狗啊 你聞得出來 長將一定是吃帶毒品的 不是好人 好我幫你弄弄弄弄進去 謝謝謝謝 好嚴格喔 好 下一位 對彙辱 我先拿出來 站這邊 站好 拿開 拿開 你什麼可以叫做這種 現在妝畫很濃喔 不化妝的話別人認得出來嗎 可以 謝謝 哇 這怪人 好討厭喔 下一位 好 下一位麻煩進場喔 這件拿出來 不然有人可以這樣 家門姐齁 是舞初黑台語專輯是嗎 等一下 我本名叫李水晴 這可愛喔 演奏喔 妳也很漂亮耶 對 都吃好了 好 歡迎入鏡 好 下一位 怎麼了 這誰 哇 好像犯人 很像啊 整過的地方應該是 雙眼皮跟垫鼻子吧 唉唷 我鼻子這麼大 我愛國人妖啦 趕快再籠位 好 歡迎入鏡 謝謝 政見 政見拿走 好 還有人要進來嗎 有有有 不好意思我們下班了喔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自己開 怎麼沒有人冒開 不好意思下班了 下班了 不好意思我也要入鏡 不要我也要入鏡啊 我還有大張的 我還有大張的 我們今天打搖 明天再入鏡吧 消掉 消掉 我也要入鏡啊 欸 這張很精采 這張很精采 哇 哇 你怎麼了 有這麼嚴重嗎 誰在後面拉你眼睛 通得很緊對不對 誰 怎麼搞的 你 你現在老化也太快了吧 你怎麼老化也那麼快啊 這張還滿精采的耶 頭髮是去燙過了嗎 沒有吧 就不知道 可能那時候髮子比較差 等一下依依來驗證 好 好 讓她入鏡好不好 好 把椅子翻過來 我們來賓今天都順利入鏡了 然後呢 我們今天是要 透過大頭照這件事情來 看一下大家的照片 跟本人有什麼改變 其實大頭照都拍得很醜對不對 證件上的照片 對 通常是會變形 本人應該都比較好看 對 像你這種美女拍出來的也好看嗎 比本人落差一點點 可是還是比他們都漂亮非常多 我想 我想觀眾可能會好奇 剛才那個 官員的這個不專業的表現 就是你看到照片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的官員 其實每次在看證件的時候 都很專業 就沒有表情對不對 就不會偷笑 或是不會嫌棄 你們把證件亮出來的時候 都沒有碰過對方 會那種愛笑不笑的樣子 對不對 我有碰過一個就是叫我 不可能 真的 因為我那天裝糊了 就睡到糊掉 然後眼睫毛還有點掉下來 他就說那你要不要 趕快就先戴起來 所以查護照的人 通常看到NONO會講什麼 會說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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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覺得你在乎這件事嗎 沒有 就滿多 你本人比較好看 可是我覺得這好像是明星 被路人最常講的一句話 對 可能會說你本人比較醜吧 是 那我們看一下NONO的證件上的照片 小時候比較可愛 有嗎 有可愛過是不是 有啦 有還是會有 對… 快要講自己可愛 還是會有 比較成熟的帥 這誰 這個是 這是畢業照嗎 國中吧 這算可愛嗎 國中的畢業紀念冊上面的照片 OK 對… 這個不錯啊 滿純樸的 就怕 對 有小時候就開始 對 唸書開始怕 就是端正啦 對… 你也沒辦法說什麼批評話 但是很會講話 就是很一般 對… 沒什麼特別 眉毛啦 眉毛變成了 我們今天其實有專業人士呢 就是拍了很多年的這個 證件照片的專家來 跟我們講一下不同的風格 我們歡迎林佳生 你好 你好 C'mon man Can't handle it 所以像剛剛NoNo的這張照片 是那個時代的普遍的特色嗎 對 就是正面 而且那個是在學校 就是他會找一個比如說攝影師來 是 然後就所有整班同學大家都拍 對… 然後就他後面放一塊布 然後大家都去那邊做就這樣 對… 那還滿方便的啊 就道府服務 沒有就是學校 這是學校所有人都交錢啊 畢業的時候 然後全部人都一起拍 畢業建設就是這樣子 那有幾個… 有幾個機會呢 就是拍一次就… 拍完就走啦 他也不管你好不好看啊 對… 那去學校拍 主要是時間的壓力 就不能夠… 對… 現在還有去學校拍這種事嗎 有啊…現在都是包整個的 那現在年輕人 有比較會擺一些自然的表情嗎 呃…老師會禁止 可是你說如果是像 NoNo剛那種呆呆的髮型 拍那種就算了 你如果是像身中鏡這種 很愛打扮的人 他拍一個很正常的照片 不是很… 就是很不搭嗎 可是沒辦法 像現在的身分證 什麼都要很正經的啊 對 不能露牙齒 而且不能露牙齒 我會跟那個相館的那個 那個老闆娘或是老闆 我會跟她吵架 就是拍完三次之後 然後我就覺得我不滿意 我說你再讓我拍一張 我說我寧可要再加錢 對 可是她還說 不會啦… 你現在演套了啦 來唱不然要看 你挑一張就好了啦 我說不要啦 你再讓我拍三… 就是六張這樣 然後我才硬挑一張 可是很勉強的就才 就覺得算了… 因為你也沒有化妝 然後那邊跟你喬什麼肩膀要 沒錯 一直說肩膀放下來 肩膀放下來 然後我明明就是很正 他說你肩膀還要再一點點… 對 頭不要歪 然後… 為什麼你們常常調人家的肩膀 以前的時代那個相機 有的人他上面有格子 所以你身體只要一歪掉 相機上看得很清楚 他相機要調很麻煩 可是有的時候 被他調完之後是這樣啊 對 你會變成這樣 會啊 可是他只在乎這個構圖 那個…這個大小 保全把框框借我一下 你那個上面掃兩條會帶的 對 就是你本來放鬆是這樣對不對 他就會說 再低一點…下壓… 頭一點這樣 然後又… 因為他可能整個框是這樣的 所以這樣就會震 肩膀… 這樣 這邊低 再往前… 臉再高一點… 臉再高… 臉再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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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巴收一點…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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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睜開… 對… 待會兒眼睜要睜開 沒完沒了… 真的 所以他們每次調的那個幅度 有時候是非常… 非常細的對不對 對… 就肩膀一點點… 什麼這樣子 所以每個攝影師的那個… 審美觀不一樣 對… 好 我們再看NONO其他的照片 很像耶 好復古喔 高中 頭髮燙過 高中 沒有 我頭髮是自然捲 但是那時候知道 那天要拍畢業照的大頭貼 然後就是全班 就是同學幾個 比較好約一約去給他洗頭 然後吹一吹 你臉好放鬆喔 對啊 可是起碼NONO鬍子有刮乾淨 我跟你講他這種表情 才是最高境界 因為人多少都會有點做做 這邊會硬掉 他這邊完全放鬆 他好放鬆喔 而且他的感覺有點往前傾 就是很輕鬆的樣子 對 好鬆喔 對 好鬆喔 對啊 你做不到嗎 我常常拍照會被寫說 這邊放鬆 這邊放鬆 就是會… 就是你一緊張你這邊就會… 而且這邊有很多 就會很瘋 對 就是會硬起來 不是 全部放鬆不好看吧 就會整個人好像… 所以這就是不好看 但是很鬆 所以不好看喔 但是就很鬆 而且放鬆會有點放空了 很自然欸 OK 好 這就有點歪掉了 對啊 偏掉了 這個很像出色 這個要當兵之前 你眼鏡好像化了喔 當兵之前 這個有沒有化妝 這有修過 這感覺有修過 這是攝影師修的對不對 這有修過 這以前底片的時代用起來修的 這感覺他好恨喔 我不知道在恨什麼 沒有 他很像是 其實是閉眼睛 但是那個眼睛是化上去的 就很正 化在眼皮上的眼睛 那是當兵前後 很像喔 當兵前還有點胖胖的 對 你們攝影師幫人家修底片的時候 會把皮膚修得這麼光滑是不是 洗亮一點就可以了 底片只能用修這個紋路而已 就用比在底片上去 這皮膚本來就還不錯啊 你這皮膚看起來超好的好不好 你覺得當海關的官員 如果看到這種照片 會想笑嗎 會啊 會嗎 會想笑 因為大家都這樣啊 他如果不是 因為我今天是公眾人物 他看到這個應該很正常嘛 大家應該一般人都這樣啊 以他工作的壓力來講 他應該沒有空 有情感上去 因為他哥好嚴肅的 就直接這樣就走了 而且他這照片是不會被刁難的啊 不會 就是你不會覺得他是壞人物 我後面有那種 有被那個海關刁難 我覺得還滿好笑的 所以這張是很順利的照片 這很正常 對… 這個不會是照片 衝擊 這個當兵退伍了 要退伍之前啊 這一張我覺得反而比較好 而且他這邊怎麼是黑的啊 而且超瘦 你看那時候當兵被操成這樣 你看 好瘦喔 被操成這樣 操到那個兩條紋不見了有沒有 沒有了你看 而且他脖子毀掉了 真的都不見了耶 對啊 那當兵快退伍的時候 我覺得這張比較像 就是 像悲情城市什麼那種裡面的 有情緒 可是 你能說他沒有帶毒品嗎 我跟你講 你這個如果去泰國啊 或去日本什麼 你一定會被收生 你一定會被收生 真的嗎 真的嗎 可是你這個拍得很有質感耶 很棒喔 很好看對不對 我覺得比前幾張都有味道 好像是我們輔導長幫我們拍的 就大家換便服 隨便喔 輔導長 你說這張有被為難過啊 不是 下一 可能下一張吧 另外一張 就是 這也太過分了 為什麼變得那麼快 不是 我要講一下 這我已經出道了 然後那時候 我不知道他就說 因為要出國 那時候我第一次 要去內地 要辦台胞鎮 然後他說要趕快 一次要交七張還幾張啊 然後就在攝影棚 然後叫那個攝影師 就是那種 專門幫我們拍那種攝影師 然後找一個白色的背景 然後他就拍了 然後就趕快去快喜 然後那時候想說 我反正我是諧星 那就 這樣 然後一拍 然後就放在那個 我第一本的台胞鎮上面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北京 然後去那海關就看我 這是你嗎 我說 對啊 我要嚇給他看 趁大人 不正經啊 這麼不正經啊 他真的有講這三個字嗎 他說我不正經啊 對啊 那是不正經啊 對啊 所以正見照不可以露齒 可以揍 可以啊 現在可以了 剛開始不行啦 他現在的髮型 這樣子在身分證照上 是可以 這樣子不行 這樣不行 沒有露額頭 對 額頭要露出來 可是這瀏海不嚴重啊 李謙娜那個瀏海比較嚴重吧 他還是要往上夾 還是要夾起來 你沒有露耳朵不行 你這個心的身分證也不行 有拍照的時候要夠了 對 所以剛剛那一張只有被罵不正經嗎 對 他會覺得太誇張了 沒有別的困擾對不對 還好其他都OK啊 對啊 可是我今天有帶來一張很特別的大頭照 因為我突然放 欸我怎麼也會有這個人的大頭照 蛤 你帶別人的來喔 對 而且對 從來應該沒有人看過他這個時期 憲哥 對不起 憲哥 憲哥 機機手照一亮相 引起現場大騷動啦 哇 哇 哇 你好精采喔 這個順便要抓 還是我自己剪的 好難懂喔 這個順利的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我突然放 欸我怎麼也會有這個人的大頭照 你帶別人的來喔 對 而且對 從來應該沒有人看過他這個時期 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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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他的大頭照 你說是人樣耶 他這個好像是 是人模人樣啊 對 他好像剛出道沒多久吧 然後他拍一個什麼 對 沒有 你們說人模人樣是 這個皮膚有被修過 對 還有他的眼神是正經的啊 你看他現在整個灰兒 對 很不像 很不像黑黑黑對不對 他有小咬一下走唇 好好笑喔 笑死我了 他那時候還想走奶油小聲路線對不對 他剛出來那個啊 真心旺爭 對不對 他想要這樣 當偶像歌手的時候 對對對 哇 你看穿格子襯子打你戴好爽喔 好不搭 還蠻厲害的 髮型也很厲害喔 好好笑喔 你看 你看 而且感覺他這個髮線好像被剃過 你知道嗎 我以前沒有注意過 宗憲的髮線是長這個樣子的嗎 對 怎麼會是一個T型 是長 他現在髮線還這樣嗎 一樣啊 他頭髮也是很濃密啊 對啊 他也是這樣 他頭髮也是很濃密 髮線很妙耶 就是這邊是這樣斜下來的 對 而且好像用尺你知道 這樣剃得很整齊 好好笑喔 還蠻厲害的 對 下次把吳宗憲找出來看看 可是我的大頭照 真的有過海關的時候被認錯耶 那時候我去內地的時候 我就把那個我的 那個證件給那個海關 他就這樣看 然後他在看我 然後我想說 真的很紅 就認錯我來了 他說 真的喔 我說我不是 但我也不好意思再講說 我是小S 因為萬一他說 整個鬧大的也尷尬 我就默默說我不是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 雞雞小姐 好恐怖喔 菲哥 你喔 菲哥 這是什麼話 還是我自己剪的 好難懂喔 沒有照片 沒有還要看菲哥 因為 你是自然卷吧 自然卷 你怎麼做到的 我自然卷 你只擦個落三五而已啊 菲哥 好像男生喔 我小時候超像男生 雞雞妳這樣照片 有好多個重點我們想談 對啊 然後我要告訴大家 鎮定一點 先從 髮型嘛 髮型 髮型好厲害 髮型是我自己剪的 我自己剪的 不可能嗎 真的 因為這個是要照 小學畢業的 我很想看到這種完全沒有 參考資料的髮型 就你到底是參考 小學畢業的髮型 請問你後面有綁馬尾嗎 還是說它就是一個方法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流程 本來是一個 就是這樣膨的 你為什麼不所幸把 這兩個不要呢 拜託 這是一個男人嗎 跟男人有什麼男人 可是 請問我一定要剪掉 剛剛憲哥那個婆 有什麼差別啊 可是有這個之後 不就變阿婆嗎 就是 對耶 阿婆都剪那種頭髮耶 很像男生耶 這是一個男孩啊 對呀 跟我小時候很多人都說 風格比較一致一點 你貌身 你貌身 你就黑人頭一怕 對啊 就麥克風頭那種的 一怕 對啊 你說這個是自然捲嗎 對 而且你沒有剪好 旁邊要一撮跑出來 哪裡 對 而且它這邊是有落差 你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 不是啊 我個人覺得還蠻帥氣的啊 有嗎 GG我真的覺得你不要當女生 你當男生 對 第二個重點就是 為什麼上方有那種霧狀的效果 我也不知道耶 還是照片放太久了 可能放很久了 這個是我從那個 有霧氣喔 發霉了 然後第三個就是 你的眉眼其實非常 英明的感覺 對啊 就有點像念革命軍校那樣 整個就是適合當男生 你眉毛現在還這麼濃嗎 沒有啦 之前被修掉 你真的走錯路的耶 你如果是男生的話是帥的 真的 所以你現在說我是女的很醜 是這個意思嗎 是個性 是個性的女孩 是不理解她後來怎麼會變成 女明星對不對 對 所以牽她那個人還蠻有勇氣的 你那個後面其實好像不像你的 兩脫頭髮 他好像頭髮只到這裡而已 就這一片是你 後面那個不知道是什麼 背景對不對 對 很多的兩片 好像戴光帽有沒有 兩片的帽次有沒有 很像一個女的跟她背對背 一個學生頭的女生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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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這樣扣在她後面 對 妳不覺得這髮型很時尚嗎 好恐怖喔 有嗎 我在想到那個背對 不過剛剛妳在官員這邊的時候 妳說了她就是有墊鼻子對不對 嗯 我只是開個小玩笑啦 沒有啦 墊了還會從這邊看得到嗎 一樣沒有 一樣啊還是很 很他 所以就代表妳以前是一球出名子 對 對 口跟男孩跟熊跟多 對 妳也很兇 我以前很兇耶 就是專門在走完環看的男生 就是這樣打下去的那一球 然後就追著一直追著打男生 哇 你追人的時候頭髮都會這樣 你知道嗎 你跟我們跳動這樣 所以妳看起來不像皮的人 可是很皮 我很皮 OK 妳今天是模仿馬力人風托的造型嗎 有要準備電風托的底下 把妳進去睡起來嗎 對 還說妳直接身材跟我們一起 不好 我直接倒立給大家看好不好 倒立走 看進去下一張照片 喔 這有點女生的樣子出來 可是這個頭髮是不是也很值得 這頭髮也很值得討論啊 妳吹角度吹到了極致 我沒有吹耶 那也是一種自然捲的效果 而且妳不覺得我小學的照片 一直到國中都有一種髮型有延續性嗎 妳那個站起來沒有吹 我沒有吹啊 因為它自然就是膨 妳頭髮毛毛的 對 可是我這個時期很受歡迎耶 就收到很多女生寫情書給我 喔 對 妳看雞雞另外一張 好厲害喔 哇 這什麼 妳前一碗吃麻辣末 妳總得這樣 那什麼東西啊 這一張 這一張我必須要澄清 剛剛我們不是有說那個攝影師 我都會覺得我好帥喔 我都會覺得我好帥喔 這什麼東西啊 等一下我必須深深淫 看妳這一張我們之後 我覺得好有自信喔 對 好帥喔 我從小到大都沒有臉不會胖喔 然後這一張呢 是因為攝影師就說啊 等一下 妳的臉要再往上 然後我就這樣往上 他就要再高一點 然後我就說再高 然後我就說再高一點 然後我就這樣 其實不是角度的問題 妳搞錯啊 我真的是角度 不是角度沒有 我真的是角度 等一下的角度拍起來是這樣啊 醜樣啊 我因為這一張 我有趕快再去照了另外一張 許姊姊妳形容一下這個髮型是什麼 她的髮型是 剛剛是本來戴鴨舌帽 然後她把它拿下來 所以上面是徹底的扁的 然後下面卻還是這個 蓬鬆直髮 不是 她為什麼有一種 好啦 我承認我已經喝醉了 你說upup 是不是 對 她為什麼有一個 月亮門的感覺在上面 沒有啊 就是妳看 就是這樣抬高就變這樣子 這誰幫妳拍的 不是啦 攝影師很不負責 而且妳看起來很像那種 會欺負小老婆 那種很狠心的大老婆 妳都看她那個眼神有多尖叫 我不知道那個 連攝影師躲在攝影機後面的時候 都不會偷笑嗎 會啊 當然會偷笑 蛤 這一張是不是很值得笑 值得笑 真的耶 心情不好看她會笑耶 請問這張是當時體重 這張其實 我就要趕快看下一張 因為是隔了一半 我沒有要趕快看下一張 這張真的沒有很怕 我們要一直看這一張 所以我們就一直擺第一張就好了 直到節目結束 你髮型的參考是靈良樂對不對 就是那時候是捲的 然後這邊有點遲遲的 因為那時候就沒有錢啊 找靈良樂路線 那時候同學應該叫妳賣錄對不對 都叫我賣錄 感覺妳是不是騎重機去拍照的 頭髮被風吹的往後對不對 妳還找很多痘痘耶 對 而且沒有修片 這到底是過敏還是怎樣 這是念高中的時候 所以這個攝影師沒有幫她修片 對應該沒有修 我覺得這照片應該掉一根煙耶 我這個照片 真的是為了那時候我要辦護照去拍的 好恐怖喔 只有妳有出國出城嗎 就是因為不行 他們送去他們說太恐怖 然後我隔兩個禮拜 我馬上又去叫妳來講 怎麼可能有人不通過照片呢 這個真的不行啦 為什麼 因為真的差太多了 因為幫我辦的那個是我爸爸的朋友 他一看到旅行車 不 不過說實話 如果不是今天在這邊亮相 妳認得出來是季季嗎 我認不出來 因為真的不像他不是我啊 好像張秀卿喔 他真的就是一個攝影師失敗的角色 妳不覺得很像張秀卿嗎 有一點耶 真的耶 我剛剛一直看像誰 長頭髮的張秀卿 對 而且看完嘛 張秀卿會開心嗎 被妳這樣聽過 回家已經 妳說下一張會好一點是不是 下一張會好一點 真的嗎 下一張 對 這個是頭一二十幾囉 只是我頭髮就是梳枕齊囉 然後有夾 我全部都認不出來是妳耶 雞雞 對啊 真的嗎 我覺得很像啊 不是很鬼東西啊 我覺得這張很可愛耶 對啊 好壞喔 這張後來還就是特別選他 可是有一種陰森的感覺 沒有啊 而且我那時候多滿意我的髮型 這比較像老派的女作家的照片 不是 真的耶 是因為有黑眼圈嗎 是 對 攝影師這個是 側面打一個光嘛 對不對 對 主光是側面打光 所以為什麼有的時候是 打側光有時候是正面呢 老一派的手法認為這樣子比較有立體感 側面的光 對啊 所以妳看是攝影師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OK 所以可見妳人生成功的照片有多少啊 真的耶 好可憐喔 我整個就是很不適合拍大頭照 所以妳小時候拍照會心情不好嗎 會 就是 是愛拍照的還是不愛拍照的 我小時候很不愛拍照 然後是這幾年我自己開始就喜歡 拿著相機亂拍 因為我很不信任攝影師 所以就變成我自己的故事是他 所以像這樣子從照片館拿出來的時候 妳也不會對攝影師有怨言 有啊 所以其實以妳自己了解自己的程度 妳哪一個角度拍起來會最漂亮 就是這個樣子的 下巴有點往下壓是不是 對 然後笑出一個酒窩來這種的 真的漂亮好多喔 你們如果拍到很美的人 會留下一個做紀念嗎 基本上檔案都會留存起來 以後他加寫的時候 只要打電話來就可以了 那我剛剛那張也會留起來 影片沒有辦法留 剛剛那張我們 開放給觀眾訂購 對 可以飄到多少 深冬季的大頭照 笑翻現場所有人啊 我小時候從一出生 就被人家講浩蘭靈 浩蘭靈 就是 哭上的臉 有一種任爸爸的樣子 不好意思 怕他沒有 我氣不氣快照那一種的 等一下 為什麼眼睛是一個上一個上 我知道 因為他那個機器在往上移 對 對 好帥耶 可是我真的有一陣子 就是因為這樣想 所以後來我再也不去那種 就是專門幫人家拍大頭照 我都去那種要頭120的那種 直接就坐在那邊跟他照 出來都很正啊 你為什麼怕那個 對 那個出來很正 不是 因為你知道那個頭錢 然後他倒數的時候 你已經來不及了 然後你真的不知道要看哪個鏡頭 對 壓力很大 然後你就這樣看一看 然後譬如說鏡頭在這邊對不對 然後你眼睛在上面 沒錯 為什麼 為什麼要看上面 他那個會這樣 對 對 那你來不及了 然後你譬如說 你已經拍完這一張的時候 你已經準備要微笑的時候 然後突然已經笑了 已經歪掉了 對 然後拍出來的時候 然後那整條一出來的時候 他想說 怎麼沒有一張是可以的 然後那個臉色是很醜的 那個通常拍出來一定都是脆湯 對 因為他會說你要看什麼紅光 你就會沒辦法看 你就會 有一點脆湯的感覺 不是往上掉就脆湯 千娜你的年齡應該是 有經歷過拍大頭貼這種吧 會啊 猛拍 會猛拍 跟同學去拍 對 有人問你這個嗎 對啊 猛大頭貼都很好看耶 你跟李千娜差很多歲耶小姐 我知道 對 對 所以你們 你們就拍大頭貼的時候 都是做怪表情對不對 做可愛的表情 會就想說 現在是可愛的 那就一起比可愛的 然後恐怖就恐怖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你一定會挑 特別美白的 對不對 好大頭貼的表情喔 可是那個臉很大 不會有嬰兒肥 大頭貼 好可愛喔 對不對 在拍大頭貼的時候拍 大頭貼怎麼拍都是漂亮的 對啊 這好日系喔 會很夢幻 這種女生拍就會被拔 對不對 對 對 這放在網路上就會 就會有人寫 不是說大頭貼拍得好 那個店家會把它收走嗎 是不是 做紀念的 沒有 她會請你 她說我免費再讓你拍 然後她會貼在他們那個機器上面 沒有 大頭貼問我最準 因為我在大頭貼打工了兩年 其實藝人去拍照 那時候我還沒當藝人的時候 我們都會Copy 有沒有看到那種怪怪的那種 有 我有看過 在裡面那個對不對 真的有 會有 你知道嗎 我曾經是 真的嗎 然後因為我是日班早班的嘛 因為我是正職的 然後有一天突然間就是那個 晚上要顧的那個人 突然間有事情 然後我就去幫他代班這樣 然後代班的時候 結果突然間就看到一男一女喔 就是 一看就知道那個女生是酒店妹 對 然後那個男客人帶她去拍照 然後我就在那邊顧... 顧完之後 然後因為我要幫他們投錢 然後幫他們操作這樣 那個女的當場 對 是先起來脫掉還是... 沒有 她就是脫掉了之後 就剩奶罩這樣 那因為我... 因為她有一個布臉嘛 那我投完錢之後 因為我要幫他們掀開之後 我就說 欸 開始拍了我就會把它關起來之後 就... 其實那個縫都看得到 然後她就剪... 那是奶罩先起來 來 把上衣都丟上來這樣嗎 沒有 我就看... 我就看到那個男的就直接... 喔 兩手遮住這樣 遮住 對 然後就拍這樣 然後... 其實那時候很想Copy 給其他的員工看這樣 然後我想說算了啦 不要 那時候沒有這麼想 可是... 那時候夜店常碰到一些很怪的人 就是拍裸照那種都有 真的嗎 真的 好棒喔 所以在大頭貼裡面 拍裸照的意思是他們 他們這樣就不會有底片流落到 照相版 他們以為 他們以為 其實事實上是有的 那如果你那時候都留下來 你是第一個 擁有這麼多照片 第一批的齁 所以... 聰聰你是有聽過 在裡面拍出很誇張的動作嗎 有啊 我有聽過 就是在裡面表演那種 怪怪的那種 比如女生就是蹲下來 男生站高一點 可是只是假裝弄那個姿勢而已 還是真的來 對 就是很多 我不知道 要問他們啦 不可能真的來啦 因為他那個布臉都只有一半而已啊 所以男生要站高一點 所以男生要站高一點 你有一種是有椅子的 就是它是有台階的啊 對... 然後後面會換布臉顏色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 刺激 好刺激喔 所以每次去大頭貼照 這樣瞄一下 我們把千娜的夾在機器後面 燈好不公平喔 真的 好傷害我 妳到底有沒有一張好看的大頭照 大頭照 有啦 算有一張吧 不然再給妳一個機會秀一下好不好 好啊 妳現在有好看的嗎 應該算好看吧 撥場一下好了 平凡一下 應該算好看 不是這一張 什麼東西啦 要平凡 不是這一張 妳為什麼那麼陰險啊 這張有進步耶 我覺得這樣有進步喔 可是妳看她眼睛是 她是在陰險算計人家耶 可是她起碼有一種 吉普賽女郎或什麼這樣的風 有ABC韋 快轉 要過去 那時候 怨氣好重喔 這不是妳 這是我 這不是妳 這不是妳 這是我去年 這就是妳好看的照片嗎 那也不太對勁啊 這不是妳GG 我很難會有大頭照 這眼球是用奇異筆塗黑是不是 沒有啊 這 這是我的身份證照片 這不是妳啊GG 妳穿內衣拍嗎 這是我 對耶 我穿洋裝 代表好像內衣 這個就是那時候換身份證 然後它規定妳一定要露耳頭 然後耳朵要塞 對 塞後面 耳朵要露 頭髮塞 然後不能笑 然後妝要淡 然後我記得我那天有 妳妝淡的時候變成這樣子啊 其實說實在我有來卸妝過啊 是不是有一點像那個隋唐 蛤 蛤 蛤 我剛剛內心想是荔精耶 沒有 我覺得她像那個王嵐 像誰 我覺得妳比較像王嵐 王嵐 張本芸 荔精 隨堂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 對啊 不會啊 有很多人說過 像啊 隨堂應該在電視前面會說 可是我 我看妳比較像齊堂 我看妳比較像齊堂 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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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宇真的是本人漂亮 謝謝 我覺得比較是 她可以看大頭貼嗎 我有大頭貼 好啦好啦 妳的大頭貼好看嗎 沒有耶 她們拿的都是不好看的 我好看的她們都不拿 最後是什麼 這個是我 那時候剛開始當DJ的時候 Gigi 我們今天現在是大頭照 妳不拿大頭照來就算 這張也沒有很出奇致勝啊 這張對妳有幫助嗎 對啊 妳為什麼要這樣 就他們就是都選這種啊 我有好看的他們都不選 妳這種根本應該銷毀啊 就人生中 這張至少證明她曾經是瘋狂過啦 對 瘋狂DJ啊 對 我都有唱法啊 有什麼 瘋狂DJ啊 我覺得妳眉毛真好精神科目 好了 妳們不要再攻擊她 我眉毛是被修壞的耶 不是 妳看眉毛要修好看 妳怎麼會修驚訝狀 我眉毛是因為妳好朋友修壞的 永遠都是嚇她的臉有沒有 我們最近完全只是在攻擊劇情而已 比較可憐喔 我覺得好像她每次的髮型 頂部都很奇特耶 不是過膨就是過扁 對 妳有沒有看過慈禧太后的照片 沒有 有 她的頭髮就這樣 她就是中分然後這樣劈成兩邊貼紙 妳是說這樣很像 對 哇 妳好適 而且這邊要很甜 妳好適合扮慈禧 所以稀奇一定最常聽到別人跟你說 本人漂亮很多啊 對 所以妳還有大頭貼要亮出來嗎 大頭貼有拿好看的嗎 有啊 我很多大頭貼 我們可不可以再看一下 李千娜剛那一張大頭貼 你看我的嗎 當然 因為她前面真的還滿糟糕的 給她一點漂亮 沒有了啦 沒有了啦 真的嗎 沒有了嗎 我們先看李千娜的啦 今天你的part已經徹底的結束了 真的喔 就是這樣子的 好 陳東靜 陳東靜小時候也不喜歡拍照 我不喜歡拍照 為什麼 因為我小時候從一出生 就被人家講浩蘭賓 浩蘭賓 哭上的臉 對 好可愛啦 為什麼有一種 有一種 我是就是因為 就那個臉就是一副就是 沒有那種家裡 那家裡的那個緣分 那一種的有沒有 對 沒人疼愛的這樣子 沒人疼愛 然後就覺得很像行僕啊 就很像賓情劇裡面的小狗心 沒有朝氣 對 然後就覺得說 一副就是刻苦的命那一副 對 那個臉就是真的就是怨氣這樣 OK 對啊 而且你看沒有眉毛 吃了味對不對 對 可是至少看起來像這個人 不像我吧 小時候沒有長輩人 對啦 我覺得這個講心中鏡 我比較認得出來 就是你的照片 我真的認不出來 好啦 其實我罵我阿姨 你幹嘛這樣就對了嘛 你幹嘛 弱罵你阿姨 李千娜沒誠意 引起全場大暴動啦 很漂亮 好可愛喔 這有什麼好帥的 我來給你看看 你怎麼氣死誰啊 你甩什麼力 甩什麼力 甩什麼力 突然怎麼脫下來 好 我們看現在你能下一張 還好 這滿像黃磊的啊 黃磊 有人像黃磊 還有黃樹俊 也有 這不差耶 這不差耶 真的嗎 對 這不差 只是額頭很高 我額頭真的很高 可是也沒有問題啊 真的嗎 我不要 我不想跟你換 我不想跟你換 如果拍出這樣子來 還不喜歡拍照的話 你是很挑剔 不是 因為真的很醜耶 感覺上半身好像有點太長 你會不會覺得 而且也過挺的 對 我是六四 你現在站起來啊 你給他看 對啊 我真長 他真是這種 就很短耶 我上半身比較長 你客氣了 就下半身比較短 所以你到幾歲才愛拍照 我是到在 出道的時候 沒有 我是在蓋褲打工的時候 被偷照片的時候 我想說 原來我是這麼 就是 帥 你的照片被偷喔 我被偷 因為你們要新機器來 自己先拍一拍 然後貼在上面 對 貼在上面 然後讓那個來拍的人 有沒有 好可愛喔 那時候才會漸漸就會覺得說 喔 就是 要拍示範照 然後就會有一些 國中生 高中生 會去偷私物的照片 對啊 因為這樣就日系啦 就比較陽光 就是一個小帥哥耶 謝謝 謝謝 大頭踢的時候 真的讓我非常有自信 是 對 他真的很推薦大頭踢 對啊 就是很像廣告裡的男生 對 那時候就真的很有自信 還有嗎 還有嗎 你看 這張有實 這張有實 你說我氣不氣快照那一種的 等一下 為什麼眼睛是一個上一個上 我知道 因為他那個機器在往上眼睛 想說他怎麼會 對 對 是這樣耶 所以 奇怪喔 剛剛小燕姐講說 就是你真的來不及 你有時候真的會脫湯 然後或是往上看 這就是脫湯啊 現在的身分證這樣也不行嗎 也是蓋住額頭嗎 這應該還可以啦 沒有遮住眉毛 可是脫湯耶 可是脫湯耶 他們以為你長這樣 真的嗎 對 所以你在海關的時候 他會叫你眼睛往上看 你又在脫湯耶 對啊 脫湯 才是臨時投機器的對不對 對 投機器 因為那天我 他有想要擺一種表情出來 可是沒有完成 還可以胡家 對 你知道那時候是 我下午的飛機 要出國去玩這樣 然後 早上的時候 我才發現我的護照過期了 然後我就辦那種 就是最快角三千多塊的那一種的 然後到樓下去拍這樣 然後就很快速拍的時候 然後拍出來想說 算了啦 能出國就趕快出國了 我這照片我就不管他這樣 然後一拍這個的時候 我整個就是 你左眼有對焦 可是你右眼空 是你知道 飛掉 就掉掉了 感覺好像突然 旁邊有什麼東西 來瞄一下這樣 對 因為你真的來不及 他數321的時候 你真的不知道要看哪個鏡頭 神童你 你大頭貼是 裡面就有內置 柔膠這些東西嗎 柔膠是 它有分很多種 就可能是有美白的 它看起來就霧霧的啊 什麼的對不對 它有分很多種 所以你在大頭貼裡 無論如何是拍不出 這種照片來的 一定就是 很朦朧的感覺對不對 對 一定好看 剛過年海關的時候 給的是哪一張 有一張台 就是剛剛那一張 剛剛那張脫妝那個 脫妝那個 對 這一張 對 就這一張 這一張就台語歌手啊 是不是 就是有一種 對 就有一點土味這樣 這張不能當這件照啊 這張那個整個光都 那時候 那時候都不管 對 那時候還沒 就是身分證還沒有 就是有規定的時候 這是可以的 而且 神童應拍大頭照 很喜歡弄白雪公主的領子出來 沒錯 不是因為 前面都擺這些照片 我想說好像感覺我好像一副都戴得很好 你很沒誠意的樣子 對 可是我真的有戴醜的啦 你看他的嘴巴 那如果爆炸頭也是很好看的呢 怎麼辦 獨一百萬 那算了啦 跟你比真的我數好多 有 對 這也還好啊 這也還好 這就是你剛剛 你真的很過分 神童的那個樣子啊 這根本沒有醜 你臉白成這樣 你還覺得不好看啊 這還好 可是人家覺得我很台啊 沒有啊 沒有啊 這個哪有台 這還滿帥的啊 真的嗎 我真的覺得你很無奇 心機很重耶 你想把積極害到誰的全部 你看看我的是想想你的 好 那錢拿的嗎 那錢拿的嗎 我覺得我也弱掉了 很漂亮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裡有什麼好秀的啊 很過分耶 頭髮是假的齁 對 頭髮像假的 你幹嘛啊 他有光澤耶 真的很過分耶 你從小就是 你肯定就是那種怎麼拍都很可愛的人 對 有嗎 真的 什麼有嗎 他又在演戲 你們有看得出來嗎 我覺得你們兩個是好朋友對不對 沒有沒有 他贏我了 他真的都拍得都很好看 C 這個是小學嗎 好好看喔 對 小學 其實有很多男生會喜歡你 你應該很習慣 小時候就是一直被稱讚吧 有 就是像 國小國中高中都是笑話 笑話 你怎麼講得出來耶 我小高中 對啊 我也是耶 我小高中高中都是流氓 你小 為什麼 小時候眼睛什麼 就這個打燈的人 有幫你特別打眼神嗎 我的 長相沒有什麼變 就是 臉型在變 就是胖瘦這樣 就其實沒有什麼變化 你先 你們拍漂亮的人的時候 會 比較仔細嗎 稍微會一點 你們什麼 等一下 我想問一個問題耶 所以我的都是被隨便拍嗎 是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認真拍成這樣耶 隨便是你們更糟糕 攝影師處心積慮的 才能把你拍成那個 他有在救你 我有感覺出來攝影師是在救你 他是鼓勵 再來一張再來一張 這個很醜啊 很醜啊 只是比較不像 這不像你 而且有像那個 Selina去拿啦 對啊 你沒辦法幹嘛弄那麼多 前半段也好 就是想要學日本人 有那個衝動 這是什麼時候啊 高中嗎還是高中 高中 你是說日本藝季短短的一種 對 是日本藝季啊 不是漂亮嗎 還有嗎 你要我再給你看看 這幹嘛 你有氣死誰 你甩屁啊你 甩屁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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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要看嗎 這也要看嗎 他根本處心七六十多 而且這個也是 太漂亮了 可是你 你也必須承認這次正在大頭照對不對 對 這時候沒有超過八個男生在追妳 應該有吧 一定有很多人 沒有 那我剛剛問我的問題不一樣 問一下 你那時候高中有沒有八個男生在打理 我那時候有男朋友 八個男生在打理吧 那要圍歐才是啊 我覺得它這好像那種日本的女 女人的照片 可是像它就是屬於很上相的耶 那照片反而是 這個是中學嗎 高中 然後可以畫眼線對不對 假睫毛都貼了吧 沒有沒有假睫毛 可是有畫眉毛對不對 就是有跟畫眼線 淡妝 有啦妳有假睫毛啦 沒有假睫毛 看一下我現在也沒有刷睫毛 對啊 對啊 她有 妳要說有 這是什麼啊 妳拿著來幹嘛 妳拿著來幹嘛 這是大頭上嗎 這蝴蝶好漂亮喔 故意避重秀 哇 她裙子好漂亮 好復古喔 妳拍這個是為了什麼目的 19歲 然後就想說 感覺上很夢幻 因為沙龍罩很漂亮 可以把兩張19歲放在一起嗎 好喔 妳人生拍照都很順利是不是 因為我很愛拍照 然後就很懂那個角度 肯定的啊 好啊 妳這樣 妳們都拿這樣 我覺得我很對不起憲哥耶 憲哥的那個大頭罩 我們還有一張超經典的 不用啦 我們不想看了 我真的回去會覺得 今天還有一張超經典的畫 看完妳現在妳還要看嗎 真的嗎 看一下好了 嬰兒啊 嬰兒時期 嬰兒就沒什麼壞話好講 很可愛 這什麼鬼啊 妳怎麼像一個秀桃一樣的感覺 好啦 就是我在找照片的時候 就找到這一張 我覺得實在太經典了 聽說漢典也有照片 蛤 要不然看一下嘛 好不好看一下 好啊好啊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張喔 這什麼鬼東西啊 就活潑一點嘛 這個很像國外唸書有沒有 對啊 然後遇到那種瘋狂掃射的 然後大學生被打死有沒有 對… 就是這個學校什麼大學生被打死人 等等我跟妳講 關鍵就是她擺了一個斜的姿勢出來 而且她笑什麼 而且好斜喔 妳穿什麼啊 開心啊 畢業的時候大學畢業 看點 當時大家都這樣把身體側過來 然後再把臉轉過來嗎 好像 對啊 而且笑容太過炫耀了 沒有 我覺得頭髮好像很像 感覺好像 老師說 而且妳側面 妳為什麼要擺出青年才俊的表情出來 想要稍微特別一點嘛 還去洗頭耶 對啊 特別抓的 看點妳這個照片比較好看 真的嗎 這張還不錯啊 還不錯… 這張妳本人好看 眼睛也是分掉了 可是這張妳鼻孔有在用力對不對 可能笑得比較不自然吧 妳的脖子有在用力 嘴巴也有用力 而且眉毛是不是有畫面 而且有故意墊下巴 這張沒有化妝啦 這張沒有化妝啦 沒有化妝 頭髮要去抓 可是這張還蠻像日本型男的那種 開心 這好像胡耀翰喔 不是 好像酒孔 妳這樣照片怎麼會這麼滄桑 國中的時候 可能氣色比較不好 不是是怎麼會破損到這種程度啊 你才幾歲 是公車票上面的嗎 沒有 可能放在皮包裡面 然後就一直磨 妳是不是伺服要留郭富城的頭髮 對啊 因為那時候國中就流行中分嘛 流壞了齁 不錯耶 賣當老頭 後來變比較帥 他這個就是真的放鬆到極致 也是一張放鬆的極致 就是很不在乎然後這樣隨便拍這樣 林先生 機器要怎麼樣才能拍出像他本人的 這個要試試看才知道 所以 是一個很艱難的人 是這個意思嗎 要拍拍看 他也沒有把握說可以拍拍 真的 可是你是不是有講說醜的人 反而拍起來的那個 漂亮的機率比較高 對 應該算是講中等美女 因為只要稍微用心一點 他可以拍出 比本人漂亮很多的照片 是啊 是喔 進步空間比較大 即使是大頭照也可以 可能就是等 最後啊 最後來了 又來個像 又我們講好 要用這張照片結束這一集 我心情不好 你這張給我 真的我開你家會比較開心 你幹嘛來個回馬槍啊 你怎麼會是 那今天帶了 星光二班的新的專輯來 恭喜喔 謝謝 好 謝謝大家囉 謝謝大家看點好看的照片 謝謝